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想增肥和减肥这个题目 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 观众 朋友当中 都会有很多人对这个题目有兴趣 到底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健康 原来我们的体重是影响很大的 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的生活 由于我们物资的风雨的原因 我们吃多了 你会看到香港人就越来越厚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厚的厚度是说什么呢 就是打侧面来看 侧面的时候 当你是很瘦的时候 你是薄稀稀的 但当我们慢慢 十年二十年之后 就可能越来越厚了 当然了 我们不可以和西方人做一个比较 因为西方人的比较里面 他们一来的时候已经这么厚了 意思就是说 他们肥胖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在我们香港来说 每三个成年人 有一个都是肥胖的 然后每五个小朋友里面 有一个是属于肥胖的 到底我们说这个体重 是超重不够重 是用什么来做标准的呢 很简单的 我们就是用一个理想的体重来做这个标准 什么叫理想体重呢 就是用我们的身高用米 好像我是1.6米 然后呢 就要用回减去了110 好似我160cm的时候 减了110的时候呢 我理想的体重呢 就是50的kilo 50公斤 那么这个50公斤呢 就是我最理想的体重 那么这个理想的体重里面呢 如果是超出了百分之二十 或者不够是低于百分之二十呢 都属于不健康的 那么对于一个1.6米的人 减去了110 等于50的kilo 如果20%的时候呢 就是50乘20的时候呢 25得10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我这个身高 我去到60的kilo 正如我已经算了出来了 是不是 50kilo是我最理想的体重 如果我是达到60公斤的话呢 20%的时候呢 我已经属于肥胖 但如果 我只是40公斤的时候呢 那么我属于太瘦了 60 40 都是属于 这个不健康的一个层次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健康的层次里面呢 如果一个人 是一米六那么高的 但是他只有40公斤而已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不健康的了 那么这个不健康呢 就因为这个体重是超瘦 对于这个体重是过轻的话呢 也都可以引起到呢 免疫系统失常的 这些这样的问题 一个很简单来说呢 体重这么轻的人呢 很容易得伤风感冒 甚至呢 不够肌肉的时候呢 因为肌肉是帮助我们制造荷尔蒙 和我们的脂肪 帮助我们制造荷尔蒙的时候呢 不够的时候 不够秤的时候呢 可能呢 连月经都没有的 对于女性来说 所以我们要知道呢 一个体重正常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 一定要在对于一个1米6的人来说 要在41到59这个kilo里面 那么我们就讲到了 除了理想体重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呢 叫做是标准的体重的 标准的体重就好些 就是用呢 要是身高1米6对我来说 减去105 哇好些了 意思就是说55kilo 55公斤为之标准了 所以尽量将你的体重呢 就是在这个的理想和标准中间 就是吃55呢 是最多的了 从50到55 这个呢 数目是最好的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 似乎过去的三年呢 我都是超标了少少了 因为呢 我在56、57的kilo当中 那么就是超了呢 两个kilo的了 两公斤的了 那么呢 真是呢 希望我自己来说呢 如果可以去到呢 55公斤呢 对我这个身高体重呢 我会觉得比较满意 还有呢 我会觉得呢 人是更加是精神 但是由于我是喜欢吃东西啦 虽然我有个很好的运动习惯哦 但是我的体重呢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謝呢 是会减慢的 如果你是吃同一样的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呢 是吃一碗饭的时候呢 到了过了60岁的时候呢 应该是吃半碗饭的了 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謝是慢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的食物呢 由于年纪大的时候呢 就要慢慢慢慢向下降的 那么在这个时间 年纪越大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越会选择吃一些健康 和呢 这些热量比较低的食物 热量比较低的食物很简单啦 就是蔬菜是最好的啦 跟着是水果啦 然后五谷粗粮啦 这些呢 是热量是比较低一些的 那要么就是呢 将我们的运动呢 就要慢慢慢慢这样增加了 就可以维持你的体重 那我的运动量呢 一个星期三到五次 那每次呢 都是有一个小时的了 其实都不错的 但是这个我从29岁开始 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到今天呢 都已经是有 差不多这样的 变成我运动量呢 就没什么怎样增加到 那我经常都打算了 可能等我退休之后呢 不用上班 可能用多小小的时间 来做运动 那那时候来维持我的体重 你知道啦 当你不用上班的时候呢 可能在家里面 就吃的东西呢 就可以滋整一点啦 那这个呢 可能呢 不知道啦 到时候才算啦 但我们怎样来 可以控制一个体重 或者我们说 增肥或者减肥 那曾经有一个 医生这样说 他说如果运动呢 可以作为药物的时候呢 那这件事就正啦 因为为什么呢 原来运动呢 可以令到一个人增肥 或者令到一个人减肥 蔡博士 你自己长自己嘴巴 这头说运动可以减肥 这头又说运动可以增肥 其实我没有自长嘴巴 这个是真的 当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呢 你如果要增肥的时候 你做完运动 你肚饿呢 你吃多一点点东西 那日子有功的时候呢 就会慢慢慢慢呢 是会 是会 体重会升上来的 那如果你是说 本身已经体重是超的时候呢 你就算做完运动 好肚饿也好 那我们做完运动的时候呢 尽量喝多一点水 因为水呢 是没有卡路里的 你不会喝水都肥的 除非那些水呢 是有色有味的 是有热量的才会肥的 所以我们讲到呢 身体的控制的体重里面 简单来讲呢 我们是有几个方法的 第一个方法的时候呢 就必须懂得怎么样喝水 你知道很多人呢 都是不喜欢喝水的 那我们喝水呢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一早起床就喝他两大杯水 我最近就周末的时候呢 就主持了一个营会 这个营会令到我很开心的 因为很多人参加这个营的时候呢 都是为了健康 他们自己追求健康的时候呢 他也都是实行健康 当我们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几多位 是每天早上起床 有两杯水 喝下去排毒的 哇 四分之三的人呢 都举手 那这个令到我很开心 但在我们的朋友里面呢 可能你暂时没有这个习惯 一早起床 喝两杯水 原来这两杯水呢 对健康呢 是专定了一天的基础 因为经过了一个黑夜的时候呢 经过了七八小时的睡觉 那我们都明白到呢 身体里面产生的毒素呢 早上第一毒尿的时候呢 是特别压和颜色特别黄的 所以你可以一早起床的时候呢 在早餐中间喝两杯 这个是最好的 那 早餐 如果你早餐是七点钟的时候 你中餐是十二点钟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九点钟 十点钟中间呢 喝他两大杯水 那然后呢 如果你是十二点 是吃晚的时候 到晚上呢 是六点吃的时候呢 那你可以三点 两三点 二三四都可以了 你喝水 再喝两杯 那你已经早起床的两杯 加上中午的两杯 然后呢 就下午的两杯的时候呢 那里已经去到六杯水了 那当然呢 有些年轻的 你可以从 吃晚饭到睡觉之前呢 可以喝水 但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 他说不行啊 如果我晚上喝水的时候呢 我就会是 阿耶尿 没错了 那时候 你日头已经担保了 你有六杯的水了 还要加上食物呢 在我们食物里面 有汤水的嘛 我们不是吃米 我们吃饭的嘛 米要加上水 然后才煮成饭 饭里面呢 都有湿气的 都有水分的 然后煮的菜都有汁的嘛 是不是 然后跟着呢 我们可能有些汤水了 那我晚上呢 就比较简单一点 我喜欢呢 有时吃一下粥啊 有时吃一下农汤啊 甚至呢 就是用面包的 那我的早餐呢 就比较大一点 我早餐的时候呢 一般我吃饭的 有饭 有饭 有菜 吃得饱饱的 那我中午的时候呢 都是有时吃面包 有时呢 就是 也是吃饭 但晚餐呢 就简单一点了 有时喝一下汤啊 吃碗粥啊 或者吃两片面包啊等等 那我水果多数是在晚上的时候才来吃 因为我早上有饭有饭嘛 有菜嘛 那所以呢 就是 多数是晚餐来呢 吃水果和吃 这个简单的晚餐 所以我们看到呢 早餐一定要吃 有些人就说 哦 我减肥啊 我也知道呢 吃少一餐是最好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减肥的话呢 吃少一餐 应该是晚餐 不应该是早餐的 因为早餐呢 一日吃下去的东西 用整日的时间去消化 去吸收呢 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早餐就一定要吃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了 我们早餐好像皇帝吃的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到皇帝的早餐 那么丰富 那么弱 但是记得 吃饭的时候呢 就算正常人都好 一定只是八分饱 如果有慢性病 好像有高血压 心脏病 肥胖 关节炎 肾病等等 糖尿病 这些这样的朋友呢 应该吃六分饱 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糖尿病就是最肚饿的 吃极都不饱 你叫我吃六分饱 我怎样可以顶得顺 你顶得顺的 因为这六分饱里面呢 你一定要细着蔓延 我们吃的时候呢 我们教在外国人就容易一些的 因为他用刀叉嘛 他将吃了一口东西的时候呢 将它的刀叉摆低 照它二十下的时候呢 当你吃的食物 去到你口腔里面呢 已经磨到它溶光的时候呢 你其实很恩待你的胃的 因为当我们在这里照照照照的时候呢 第一 这个气骸性的消化已经开始了 然后第二呢 你越照的时候呢 越多口水出来 那么这个化学的消化呢 也都开始了 所以这样的消化的时候呢 就对我们的胃呢 对我们的肠胃呢 是好很多的 有些人吃很多 但仍然是很瘦 为什么呢 可能他根本就不吸收 因为你都没有好好的 这样用嘴巴去嘴咀 让那些食物和口水能够中和 当他和口水中和了的时候呢 对于敏感呢 都会是少一点的 特别是食物敏感里面的 O啊 或者是胃气胀等等 都有帮助的 所以细脚蚌烟呢 对于我们控制体重呢 很紧要 当我们慢慢吃 慢慢咬的时候呢 当你觉得饱的时候呢 你就要停的了 无论你碗里面 还有多少菜 多少饭剩 当你觉得饱感的时候呢 就停下来 还有记得 在家里面呢 不要做垃圾桶 因为很多时候呢 小鸚仔啊 先生啊 吃不完的东西 你煮多一点点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你就会说了 爹地吃了它 可能爹地就是这个家里的垃圾桶来的了 那你看一下 为什么叫爹地吃了它呢 可能妈妈看下自己 嗯 本身也有点肥肥的了 是不是 如果我吃完它就更肥了 爹地的身材这么好 等爹地吃了它了 无论你肥或者瘦 不要做家里的垃圾桶 我宁愿呢 现在我们大家都有雪柜 煮的时候呢 预备少一点 好过预备多一点 因为预备少一点的时候呢 最多不是太够吃 大家不是太饱了 这个比较健康的原则来的哦 原来上帝做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的原则呢 是如果刚刚达到呢 这个是最标准的 如果是达不到呢 有10到20个percent的 身体呢 就会它的功能呢 它自己是会补给的 这么奇怪的哦 反而呢 如果是太多的时候呢 反而对身体不好的 所以呢 差一点的时候呢 无论是做什么的时候 特别在吃东西里面呢 你差一点的时候呢 那这个健康呢 是更加是好的 很奇怪 因为我们上帝做 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的休息呢 是多过真的做事的 你看看 比我们24小时 虽然你说8个小时上班而已 但你看看在交通上面 是不是 回到工 你真的做了8个小时吗 没可能的事来的啦 如果做了8个小时的人呢 很快就去 他个个都会是burn out了 是吧 就是已经累死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 那么 讲到这个的饮食里面呢 就一定要配搭 一个碳水化合物的菜单 原来碳水化合物呢 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吸收是最容易 它的能量的利用呢 也是最快 消化也是最快的 因为一般来说呢 碳水化合物 我们讲到的 提倡的五谷粗粮里面呢 你会看到呢 这些五谷粗粮里面呢 有很丰富的维他命呢 有很丰富的抗脈质 当我们是将它是精制的时候 将那些脈腔拿了 还有那些脈牙是取了出来的时候 变了白酥酥的白面包的时候呢 其中的 24种的 抗脈质维他命 都是多多少少是被剥削的 在这个精制过程 所以我们尽量鼓励吃糙米 吃粗粮 吃全麦 我们吃麦片啊等等 小米啊 这些全的 没有经过精制 是白酥酥的那些 那在里面呢 因为有纤维 所以有纤维的时候呢 一般碳水化合物呢 就两个钟头就消化了 但由于有纤维的缘故呢 它就会三个钟头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碳水化合物 除了纤维之外呢 就是这个本身的 这种的 全粮的 维他命和 这个的 抗物质 也都很丰富的 这个的 蛋白质 在全粮里面呢 五谷里面呢 也有一些是有脂肪的 好像一些豆类啊 那样就有脂肪了 那我们吃 除了五谷粗粮之外呢 就要倒水果和蔬菜了 这些都是好的东西来的 但是如果是水果呢 可以大皮吃的时候呢 就尽量大皮吃 因为水果里面呢 最有营养 譬如一个苹果那样 如果你是批了苹果皮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将很多营养都批了去 因为苹果皮下面呢 就是很多很多的营养的累积在那里的 但是你的皮下面很难的 一定是黏着肉的了 就好像薯仔一样 如果你煮薯仔呢 你批了皮才来煮的时候呢 那这个薯仔的营养很多时呢 都是流失了很多的 那我怎样做法呢 我就宁愿呢 把薯仔洗得干干净净 有时候那些薯仔洗干净的时候 我拿个刷子去刷的时候呢 那些薯仔皮都会脱了出来的 就如果你只是脱薯仔皮的时候呢 那你没有影响到它薯肉的时候呢 那这个没有影响到这个的营养价值 所以我又喜欢将薯仔洗干净了 无论是去蒸啊 去煮啊 去炖都好 那到时候你才选择 吃不吃那个皮 因为薯仔熟了的时候呢 你一剥层皮的时候呢 是跟着去的了 是不是 那这个薯皮呢 只不过是这个纤维 增加这个纤维素 特别这个不溶于水的纤维素 但是如果你是 说我吃完它了 没所谓咯 你不就连皮吃 那么就更加多这个纤维而已嘛 但是你就不会伤害到呢 在薯皮下面 那一层很丰富的营养了 所以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呢 一样 我们记得我在北京住过两年 在北京住这两年里面呢 我都生活体验得很多新的东西 那北京呢 在热天的时候呢 那些北京人呢 北方人呢 是落不耐热的 所以他们不开火的 那他们不开火 那做什么呢 很多时候都是吃水果 或者吃蔬果 那他们很多的小黄瓜啦 你知道北京出的小黄瓜 很漂亮的嘛 还有呢 番茄啦 还有呢 水果真是很充实 一到六月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草莓了 士多啤梨啦 士多啤梨来了之后呢 跟着呢 就是土了 哇 真是北方的土呢 形形色色很多 有盆土 有水蜜桃 他们出的时候呢 不同时间的哦 所以呢 你可以一路呢 有水蜜桃 另外呢 西瓜啦 哇 西瓜 整个暑假都有的 那 小黄瓜 刚才说的 番茄 西瓜 土啊 这些 所以那些人呢 就多数呢 吃水果 还有吃 就以这些为主 水果或者蔬菜啦 因为 番茄啊 和这个青瓜 都是属于蔬菜来的嘛 是不是 那你说 可能你会问 那他们去哪里 吃一些 深绿色的东西啊 他们就很喜欢用海带凉拌 凉拌海带 那这些就是深绿色的 那 在他们的饮食里面 我觉得呢 就是炭水化合物呢 是足够的 还有配合呢 一定要吃一些 黄绿色的蔬菜啦 因为菜里面呢 那个热量呢 是最少的 在所有的食物里面呢 一份的菜呢 才是25的卡路里而已 所以你可以吃多些菜 那当然如果你是番茄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高一点 去到40 一份的时候 如果一份是多少呢 吃番茄呢 你看一下你那份番茄呢 有你拳头这么大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一个碗 用这个三番茄呢 可以一碗 或者你番茄 和这个青瓜 一般的青瓜都是深绿色的嘛 洗净了连皮吃 这样一碗的青瓜的时候呢 和这个番茄的时候呢 已经很好的了 是这样的饮食的方法 所以一定要吃一些 深绿色的这个菜的时候呢 就为了铁质 和为了盖 另外呢 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增肥减肥里面呢 就必须要 是吃到呢 你是不要太超 好像刚才我所说的 那你所听的呢 就不应该呢 身体是会肥盘了起来的了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压力控制很重要 因为每个人呢 无论你是生活也好 你做工也好 你读书也好 是离不开压力的 有些人有压力的时候呢 就坐着在这个书桌旁啊 工作旁啊 就是拿着这些小食在那里 花生啊 薯片啊 乖乖脆啊 这样就一路做事一路吃东西 那这个是非常坏的习惯 因为餐与餐中间呢 只可以喝水 如果你吃零食的时候呢 你是将你的胃的负担呢 是加重了的 因为呢 它必须要呢 是清空了的时候呢 你再给它新食物 那这个是最好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未肚饿已经开始吃的了 如果我们觉得呢 未肚饿 其实我们不应该吃的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上一餐呢 吃得太多了 我们量太多了 那我今次在这个营里面 我们有个17岁的儿子 这个健康营 这个17岁的儿子呢 真的很好笑的 他吃东西呢 就吃很多下的 他一米八二那么高的 我都觉得奇怪 这个儿子 想不到他会长得那么高的 那这个是宅子来的 因为从出生到现在 17岁呢 他父母素食 所以他也是素食 而且很多时候呢 他们还吃这个呢 就是低油 低糖 低盐的饮食 不单止素食 那这个儿子 很有趣 那他吃东西呢 吃很多 那而且很快肚饿 那三个小时左右呢 他就肚饿了 那我就跟他说了 喂 你吃得太快了 试试吃慢点啦 那这样跟他说的时候呢 那他真的试试吃慢点 他说蔡博士 吃不到慢的哦 吃慢怎么吃啊 我就说你排一口饭 拿了些菜在他口里面 就放下你的筷子 你照你数它 最少18下 然后你才吞咯 他说没可能的 我照了五下的时候 已经可以吞了下去了 因为呢 食物如果好好地照的时候呢 已经可以吞到的 我说是 虽然是可以吞到 但是你尽量呢 你尽量呢 咬多几次 那吞的时候呢 是更加满意啦 所以我们的体重的控制呢 都要控制你的压力 不要因为压力大呢 就吃不停的 所以我们都说到 无论体重是过轻 或者是过重呢 都是对身体不利的 但是我宁愿呢 身体比较过轻呢 就好过过重 因为过轻的时候呢 身体就不会有太大的负荷 但是不可以超过百分之二十 很多时候 那些人觉得自己很瘦很瘦 计一计你的理想体重的时候 哦 我都不是这么瘦而已 只不过一两公斤而已嘛 对啦 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呢 那我宁愿你呢 是在你的理想体重里面呢 少一两公斤 好过你在你的理想体重里面呢 是超过了百分之二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